雙卡雙袋的MOTO-G 大家好,我是Andy,中文版的Stoinips先生 我們今天在香港看到的這個是2014年MOTOROLA重新出發的一個手機就是MOTO-G 這個MOTO-G我們可以知道它是一個比較低價的手機 它是採用高通Snapdragon 400的一個處理器 然後它是4.5串720P的一個屏幕的一個廠 都是一樣的,但是它跟MOTO-X有很多分別 其中一個香港推出的版本跟全球有更大的分別 就是說它是一個雙卡雙袋的一個機器 我們可以讓它可以用到這個不同的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看一下設定裡面 然後它還是有雙SIM卡的部分 按錯了 雙SIM卡的部分 這個雙SIM卡的部分呢它還是那個雙WCDMA的 所以就是說可以兩個VG的通話這樣子 也可以兩個VG的上網這樣子 這個跟我們常常見到的那個 什麼WCDMA跟GSM的版本 跨機械CDMA跟GSM的版本的話 其他的也不一樣 當然啦它是一個比較低價的東西 所以它很可惜的 它做到WCDMA也就沒有LTE的Service 我們手上這個是 它基本上是黑色的 但是它還是有配一個背蓋這樣子 這個背蓋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有齊貼的一個效果 我們只要齊貼打開的話 它就會自動開機這樣子 當然啦 如果你有這個解鎖啊 密碼這些的話 它就變成那個解鎖的地方 然後香港買的話 它是2000以下1900多港幣 然後它還送一個保護蓋這樣子的東西 背後是一個鏡頭 有補光燈 然後這個Speaker的部分 下面就是很基本的一個 MACOUSB的一個位置 在接鎖的位置 然後旁邊就是音量鍵啊 跟開關鍵這些 很簡單的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做法 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上面的3.5mm的一個插頭啊 這些也都是我們熟悉的一個手機 因為它是MOTOROLA的東西 所以我們摸上手 它還是挺紮實的 然後我們也看一下那個 雙卡雙帶的部分 把它那個被蓋了 跟大家看一下 我們邊從邊看 好 我們可以看到了 它就是有那個SIM卡的位置 就是在一個 第一個 在上面 另外一個就是在下面的位置 然後中間是一顆 一顆 不可以拆電池的一個 不可以拆的一個電池 然後是那個8G的版本 我手上這個是 手機的功能呢 基本上那是安卓 然後它現在還是安卓 然後它現在還是安卓 10.3 還沒有到我們前面消息說的 一個安卓 10.4 但是它基本上 還是會在很快的時間內推出的 這個是呢 有關方面跟我說 另外 MOTOROLA這邊呢 在香港也有送 兩年的50GB的一個Google Drive 給它用 所以如果你是Google的本質的話 我覺得這個服務還是挺好看 拍照方面呢 它其實用的是一個傳統的一個 不可以說是傳統 應該說是常見的一個Drop Focus的一個功能 也就是MOTOROLAND的 然後SIM卡在Drop都在這邊 不同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車光的一個部分 有所改變 然後我們按照就拍照了這樣子 它這個是它的東西 然後主要兩邊滑過來 就可以有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 爬過來我們就可以選到這個HDR 我們現在 也可以開這個HDR的東西 它就會 比較拍的慢一點 這樣子 比如說再來一次 但我們可以回去就看到它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我們這邊 光差這麼大 它還是拍出來的 是不錯的 作為一個日本手機來說還是不錯的 雖然說 現在那個5B的 厲害很厲害 但是說 這個MOTOROLAND的東西 看起來也不錯 如果你是一個經常 需要兩個SIM卡 來來繼續換的一個 這個MOTOROLAND也許是你的選擇 這個明天就賣囉 看以下有沒有機會吧 我們真的很感動 我們一定要跟各位找iny 那些人做的 這個MOTOROLAND 我們可以找到了 我們可以找到 這個MOTOROLAND 我們可以找到 我們可以找到